抱笑夫妻之悲催的老公一 老婆,老公,你最喜欢我身体的哪个部位 老公想了想,说,屁股 老婆,讨厌,为什么喜欢那里 老公,嘴会骂我,脸会凶我,手会打我,脚会踢我 只有屁股不会欺负我啊 老婆,你信不信,我一屁股做死你 二,哥,你不是去韩国旅游了吗 怎么鼻青脸肿的 因为我没有购物啊,被黑导游打了 不是,是不老婆打的 三,面对他的无理取闹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无奈地问,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肆无忌惮 究竟是什么让你产生了我爱你的错觉 他头也不抬,结婚症啊,老公 四,下班回家,媳妇亲热地拥抱着我 那熟悉的感觉,瞬间驱散了一天的疲惫 然后温柔地把围裙挂在我脖子上 嗲嗲地说,老公,我今天想吃你做的菜 五,儿子六岁了晚上还不愿意一个人睡 这天晚上他又缠着老婆 我就恶狠狠地对他说 小子,这张床上不能出现第二个男人,明白吗 儿子眨眨眼要哭,老婆连忙劝说 儿子别哭,你爸爸说得对,咱让他滚出去 六,夫妻不和,各睡各的,互不讲话,有事写字条 有一日,丈夫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 上写我要上班,明天七点叫我 放在妻子的床边安然地睡去了 到第二天,醒来一看,已经八点了 他非常气愤,就跑去质问妻子 跑到妻子房间一看,发现妻子已经早不在了 没办法又回到自己房间 发现枕边有一张纸条,上写死鬼 都七点半了,还不起来 七,以前有夫妻二人一起做祷告 妻子祷告说,愿老天赐我平安,得到一笔钱 她的丈夫说,怎么只求这一笔呢 妻子回答说,如果求两笔 你就会拿这第二笔钱去讨小老婆了 八,老库给老婆泡咖啡 老婆嫌苦,老库给他加了两块糖 老婆还说苦,就问老库 这两块糖是怎么回事啊,一点甜味都没有 老库说,八成他们结婚了 老婆说,你呀你,让我又爱又恨 天底下最可爱又最可恨的就是你了 老库说,我觉得我名列第三 那第一第二是谁,镜子和体重称 老婆说,是不是男人结婚后对爱人的感情都会减弱 老库说,当然,为什么,因为爱一个有夫之妇是不道德的 老婆,有人说婚姻就是一场战争,你觉得对吗 老库,对的